各位晚安 欢迎收看一月一号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欣宜 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过新闻首先先来带你来关心意外消息 就在今天早上七点多 在台北建国高架往桃园杂道 发生严重的车祸 这个车祸是由两部车来撞击的事故 肇事的驾驶伤重不治 三名伤者也纵往医院来急救 其中一名伤者是国父的孙女孙慧芬 医院指出孙慧芬的胸部 这个外伤很严重 到院之前几乎没有生命迹象 总统马英就也骚早前往探视 黑色的轿车横在路中间 车头全毁 满地都是散落的玻璃 早上七点四十分左右 国父孙女孙岁芬 搭车去机场准备回香港 在高速公路上 被对象超速失控的红色车辆对撞 肇事驾驶到院前死亡 而孙岁芬伤伤势严重 送往新光院急救 来的时候就没有生命迹象 所以就开始急救的行动 同时就大量的输血 然后到八点二十九分开始恢复 可以量得到血压 医院指出 伤者身上有多处挫伤骨折 紧急出血一万两千cc 并在胸骨装上三个支架 将近八个小时手术已经完成 送进家户病房观察 但孙岁芬并没有脱离险境 惠民指数还是只有三 严重的胸腹部的一个床伤 还有一个脖部的外伤 在处理胸腔的主动脉的受伤的部分 那现在情况一度是稳定 那还是病还是在处于危机当中 有生命危险吗 有 有生命危险 而满一九总统第一时间获知消息 也指派总统府秘书长廖辽乙 赶到医院了解 总统听到孙女士 这种意外非常震惊 也非常非常难过 马上就电话 要我跟刘副秘书长赶到医院来 孙岁芬现年七十二岁 是国父长子 前行政院长孙科最小的女儿 当过空姐与外交人员 现任孙中山和平基金会主席 常年旅居上海 香港和美国 这次是应友人邀请来台湾参观花博会 她打扮时髦 性格开朗 在花博会上还跟认出她的民众打招呼 预定一号上午要搭机回香港 想不到却在建国一百年元旦 发生严重的车祸意外 记者欢迎蒋龙小阳台北报道